多人所外被警方拉起長長的封鎖線 鐵捲門半開 旁邊還有黑色帷幕遮蓋 裡面的人不斷誦經念佛 願往生者一路好走 長期猶豫症是不是 這我不清楚了 應該沒有吧 清晨五點多 勤結人員發現 一名男子仰臥在地 頸部被鐵捲門壓住 身體在門內 頭部露出 但面部已經明顯呈黑色 嚇得趕緊報警 我就很嚇壞 我這邊有跟著皮皮疙瘋 警銷火速到場 但已經為時已晚 脖子已經被鐵捲門給壓住了 當初我們第一個做法就是 本來是準備要做一個救出的動作 所以有做鐵捲門的破壞 警方初步調查 死者為托兒所的負責人 凌晨一點多從新店的住家 騎車到台北市文山區 自己經營的托兒所 之後在被發現時 已經明顯死亡多時 現場沒有打鬥痕跡 確切死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謝謝黃天陽旋風扎 台北報導